对的 我来东亚大学第二次属于医院 您好 华医生 请问您今天收治了几个病人 我和我的战友在奔赠台 一共患了50个 缺带新冠肺炎的患者 所有的病人都已经收治入院 听您讲话的语气 伤气不及伤气 是不是非常的辛苦 非常累 所有的衣服都失错了 请问您今天是几点钟来上班的 我们是 9点到出门 早上9点出门 然后 今天回去内藏 然后下午3点钟 开始上班 然后上到现在 那现在已经有6个小时了 请问你们本来是要几点钟下班的呢 本来是9点钟下班 那现在时间已经到了9点钟 那请问你们今天能够按 按时间下班吗 不写 第一个 BD还没写完 第二个 排队 换防护服的 再有前面还有20多个 能到我换衣服的时间大概 还需要两个小时到两个半小时 请问那你们是不是都还没有吃晚饭 没有吃 现在非常温 然后特别冷 是不是因为这个防护服特别闷热 所以里面吐了很多汗 在前期的时候 在前期的时候 因为非常闷 吐了很多汗 然后我们刚刚在一楼分镇的时候 外面特别冷 现在就是 衣服 都是潮湿的 然后 回身都特别冷 因为上场 然后又没有吃东西 特别沃 那您多注意休息 那我最后又问一个问题 比较尴尬的问题 您可以选择回答或者不回答 请问你们是不是都已经穿了尿布诗 是的 穿了尿布诗 非常不习惯 过几年就会习惯了 那你辛苦了 辛苦了 那你先找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 再继续您的工作